很多粉丝问啊 葱油饼怎么做好吃 我之前去上海 吃过那种像着你的老葱油饼 那个味道太怀念了 今天就来动手复刻一下 开始 面粉500克 盐2克 加热水一定要热水 就是比温水还要再热一点的水 这样做出来的葱油饼 酥脆又不发意 然后给它扔出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洗面40分钟 接下来制作油酥 面粉50克 五香粉2克 加一点盐 刚才的小葱头 就这样放进油泡里 把它炸得干干的就夹出来 剩下的葱油就是浇进刚才的面粉里 搅拌均匀 油酥就做好了 刚才的面团 给它分成均匀的大小 拖成长桥 擀成很大的饼 我一个难的都会擀面 那你应该也没问题吧 刚才的油酥 给它均匀的涂抹上去 小葱花啊小葱花 一张好吃的葱油饼 是舍得放葱花的 然后就从另一头卷起来 从中间按平 少放点油 直接下锅煎 煎的时候要多翻面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夹出来了 像这样一次累推 卷的时候小心点不要弄破了 从中间按平 煎至两面金黄出锅 哇 我先趁热上一口 嗯 不错 很好吃啊 果然 葱油饼 葱油饼 葱一定要多 不过自己做确实很麻烦 自己不想都是想 直接吃到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 来看看这个 马一你推荐的 米香果葱油饼 它的这个葱娘真的是爱了 都是真材实鸟 而且口感非常酥脆 还有正宗的葱油饼 里面都是用的猪油 早上起来一瓶浏览 一张葱油饼 不用放油直接下锅 煎至两面金黄 真的太方便了 想尝试上海老味道的朋友 快去试试吧